歡迎收看 也不能說年輕的時候 就早年他都會去跑宮廟 他的他的信仰 那跑到宮廟之後 就說有時候就回來 就說這個湖水就是要燒 然後放在水裡 然後就說要給小孩子喝 保護那個高大汗 吃冰 這樣高大汗 高大汗 不然就是高特色 通常就這兩個理由 那身為俗辣媳婦的我 就說好好好 就陽鳳陰尾 我還是會目睹他就燒了那個東西 我就把碗拿進去 要給小孩喝 假裝 那我呢 有時候他在場 他還會異步異區 看你會喝別的 那這個時候就真的 就是因為小朋友 還很小的時候 比方說兩三歲的時候 他也不懂事 那符仔水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經驗 燒過之後 那個黑黑的時候沉澱 一陣子就會沉澱 上面是清澈的 所以我就會拿小湯匙 沾一點點 然後給他碰一下嘴巴 而且還要三口 不一定要三口 要再碰三下這樣子 就說我要五粒媽 五粒媽這樣子 他是不會說整整個要灌進去 不會 那現在那個小孩 現在幾公分 那個現在一百八十二啊 所以這樣是要講有用嗎 一八二啊 男 兒子 現在幾歲了 就是二十一歲 二十一歲 一八二 那河湖水有效啊 就是他家基因本來就是高的啦 叫我們這個 算了 這個道遠有喝過湖水嗎 我們家其實有發生過小孩 我孩子 就是因為我那時候 我老婆嫁來我們家之後 其實我們信仰一開始是不同的 然後那時候 因為妹妹的晚上都睡不太好 然後整個我們的生活日夜 都是顛倒的 然後因為這樣子 那老婆已經試過任何的方法了 然後他到時候 就是他媽媽給他一個建議 然後說你去用這個 喝這個湖水 用湖水洗澡啊 然後那時候我跟我媽 就是我現在的姑姑嘛 就是我們用盡各種方法 說服他說可不可以 因為我們信仰不同 可不可以不要用這樣子的方式啊 但是他還是堅持 因為說顧是我在顧 累是我在累 所以你要讓我嘗試看看有沒有效啊 結果那時候抱到廁所裡面 要洗澡跟喝湖水的時候 我女兒自己一手 把那個浮水打翻 對 所以到時候也沒有喝到啦 但是就是至少 在那個狀態下面 後面才發現是什麼原因你知道嗎 長腳痛 對啊 對 我們不知道 因為那時候 那時候還不了解 然後結果就發現原因是 長腳痛 小孩子 那時候要喝水解的配方奶 才可以改善這個問題 要先看醫生啦 對 要相信醫學 對 先徵徵醫生的建議啦 對 好 那Yuki這個說 有朋友來跟你求助啊 對啊 有一天我就刷一個Line 然後我有個朋友就問我說 Yuki我想問一下 如果不小心喝到那個婆婆用的浮水 會不會怎麼樣 我就說你怎麼會這樣問 然後他就跟我講 他整個發生的事情這樣 那因為我那個朋友 他就是剛好那陣子 他老公在國外出差一個月 然後他就是他婆婆 都有固定在走宮廟的習慣 那他也知道說 他婆婆只要去進鄉或幹嘛 走宮廟 就是會打嗝 然後會哭 會掉淚這樣 那可是他會覺得說 他有靈異極致 敏感 那我朋友會覺得說 那個是婆婆的信仰 反正你不要踩到我的底線 不要互相干擾 或是你逼迫我去接受你的信仰 其實大家互相尊重 他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好 那我這個朋友 他就說他有喝冷泡茶的習慣 他在睡前 他會拿一個水壺 那是要帶去公司的 然後他就會放一包茶葉 然後就放在冰箱 隔天就變冷泡茶 然後就帶去公司喝 然後他就發現到 他的那罐冷泡茶 他帶去公司喝 第一口的時候 他發現到味道有點怪 跟平常的味道不是很相同 然後他就不敢喝 他想說我每天喝冷泡茶 怎麼今天味道不一樣這樣 然後 以前那個冬的 現在這個冬的 然後後來他就開始有懷疑了 然後回到家之後 他婆婆還問他說 你那個冷泡茶 我看你每天都有喝 你帶去公司有喝這樣子 然後我這個朋友就心裡面 又覺得點點點 他覺得已經開始在懷疑了 那為什麼會懷疑呢 最主要是因為我這個朋友 他就是前陣子跟公司去員工旅遊 那員工旅遊回來好像是中暑 所以有點不舒服 可是婆婆就覺得說 你那個一定是去海邊 你去刷到 你刷到 你刷到 然後就跟我朋友講說 你要去就是 他婆婆常走的那間公廟收金 那我朋友就不想 那他又不好意思 就是太直接的拒絕 他就說好好好 我再少時間去 所以就是一直推拖一直推拖 結果想不到 就是這樣推拖久了之後 他婆婆居然是 在他的那個冷泡茶裡面 放芙仔水 可是他還沒辦法確定 他只覺得好像味道怪怪的 所以他第二天晚上 他一樣就是泡了冷泡茶 然後他就把冷泡茶 那個蓋子的地方 就用那個麥克筆 就畫了一道線做記號 然後發現冰箱的位置 還用手機拍起來看好 就是長怎樣 就隔天早上 他打開那個冰箱 拿那個冷泡茶的時候 他發現到那個蓋子 那個線位置已經跑掉 然後放的位置 就是也有點動過 他就又更相信說 一定是有人動他的茶 那時候他老公不在 然後小孩也不會去碰他的茶 那家裡面只是他婆婆 就婆婆變成最大嫌疑人 那然後他就有點生氣 他後來他就把那個 之前他們家小朋友 還小的時候 有那個監視器 他就把那個監視器拿出來 就裝在那個廚房 然後就對著那個冰箱的地方 看看能不能拍到什麼 還真的在第三天 就拍到他婆婆就半夜 趁他們都睡著之後 他婆婆就跑到廚房 然後就拿了一個碗 然後就看到他 婆婆拿了一張符 然後就那個碗還裝水 然後把那個符 化進去之後 然後等他等了一下 然後就把他的那個 冷泡茶拿出來 倒了一點點出來之後 再把那個碗裡面的水 再倒一些進去這樣 他看到他整個發火 然後發火之後 他就要跑去找他婆婆 理論嘛 因為他覺得這就是踩到他底線 然後他就問他婆婆說 你是不是在我的冷泡茶裡面 用這個符化水這樣 然後他婆婆一開始 還不肯承認這樣子 然後不肯承認之後 當然我朋友 他就把證據拿出來給他看 然後給他看了之後 婆婆就見小燈燙 就說就跟你說 你就是去卡住 所以我才用符化水給你喝 然後我朋友因為他很氣 他一氣之下 他就回嘴 他說你才卡到陰 你去廟裡面都會哭 然後都會打個 你自己才卡到陰 然後就整個就炒開了 然後炒開來之後 因為他老公就在國外 也沒有辦法一個中介人 去稍微調解一下 所以他就一氣之下 就帶著他的小孩 然後就回娘家住了一陣子 然後等他老公回來 他就跟他老公討論說 他真的覺得 他想要搬出去 他覺得如果再繼續住在這家裡面 他會覺得沒有安全感 因為他有可能任何食物或是什麼喝的東西 會被夾 會被夾東西 他覺得這已經是造成他的一些心理上的陰影 對然後最後 最後他老公是就是跟他一起搬出去 才解決這件事情 那這個你去卡到 要怎麼看他有卡到 其實有沒有卡到的話 有幾個辨別的指標 就是通常如果真的有卡到陰的話 他可能會半夜睡不好 然後白天會想睡覺 然後晚上會不想睡 或者是睡不著 這是一個指標 然後不然就是會有黑眼圈 然後臉色會比較暗沉 對那如果說沒有這樣的一些狀況的話 其實我覺得也不用太擔心 好 來我們先休息 一進廣告